神州10號太空船經過多次變軌後 星期四早上10時48分 轉入自主控制狀態 慢慢靠近天宮1號太空實驗室 三名太空人聶海勝、張曉光和黃亞平 一直仔細監察並會報各個系統數據 下午1時18分完成對接 鎖緊形成組合體 完成第一次自動交會對接 天神合體期間 三名太空人會在飛船架返回艙直班 並會通過對接通道進入天宮1號 進行一系列太空科學實驗 黃亞平還會在太空授課 向地面的中小學生講解科普知識 為期15天的太空之旅 神10和天宮1號還會進行一次手控交會對接 香港歡頻電視機者金營報導